第一個我們一樣串接 剛剛講過了等於09 然後再來就串接什麼and and這個電信業者 然後再and 一個減的符號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把它串在一起 再and 哪一個呢 這個 區碼 不過做出來結果呢 當然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補0啦 所以怎麼辦呢 怎麼樣補0 你可以用什麼 3 減掉什麼 LEN 所以你這邊可以自己打上去 就是說呢 3減掉LEN 假如說你用3減到LEN的話 那這邊 因為這邊有兩個字 3減掉兩個字 回來是剛好 一個字 那你可以把這個 加到哪裡呢 加到IPD裡面 所以用什麼方式來做比較簡單 該把它先減下好了 好 減下來之後的話 那我再直接打上 乾脆直接打上REPT 刮弧 那補什麼東西呢 要補0 所以直接把那個 有沒有 其實他這邊也會提示啦 你就是打補一個0 逗點 第二個是 要補幾個0 根據什麼呢 就剛剛不是要減下來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 3減掉什麼呢 LEN 有沒有 就是3減掉LEN 那這樣的話呢 不就是補幾個0嗎 後面記得後括弧給他 我們把它打勾一下 因為他有兩個字 所以3減掉兩個字 就是補一個0 打勾 那這個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會出現什麼 出現一個0 有沒有 那 後面的話呢 再怎麼樣 AND AND什麼呢 AND門號區 再打勾 有沒有 084就出來了 那 後面還有 末碼 不過末碼跟區碼 其實呢 基本上 公式是一樣的 差別是什麼 他的 G4 改為H4就好了 所以我的習慣這樣 我會從這個AND F4後面這個AND 把它怎麼樣 複製一下 這一串 然後貼到後面 再把這個H4 G4改H4 這個G4再改H4 好 應該看得懂這意思吧 最後你把它打勾 記得 你這個AND 一定要複製到 之前有同學是忘了複製AND 就串不起來 因為 他只要是 儲存格 跟 自串 要串接中間一定要有一個AND的符號 打勾一下 OK 結果就完成了 直接向下填滿 大功告成 不過感覺好像 實在是不太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又是REPT 又是LEN 那當然你要一次打正確 恐怕有點難度 所以 後來我就跟他們那個 電信公司那個主管講說 其實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呢 你不如用什麼 用一個 TEST函數 TEXT 這個TEST函數 他除了說可以把什麼 剛才有講過嘛 把 數字轉文字之外 他還可以怎麼樣 他還有一個叫format format test 所謂format test 就是你可以給他格式化 比如說你要 3碼的話 你就給000就好了 他就會剛好是3碼 所以你會什麼 第二種解法 就是 前面都一樣嘛 這個儲存格 逗點 然後呢 000 如果你要3碼 你就給3個0 然後 後刮弧 打勾一下 084 出來了 對不對 那後面的話一樣 AND 複製一下 貼上 這個改什麼 改H 打勾 點兩下 結果 一模一樣 可是 哪一個比較簡單 當然這個簡單多了 用TEST 那TEST函數 他主要就是 後面需要有一個什麼 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 就是 如果你要3個0 那就是 就是3位數 就3個0 前後加那個雙引號 就可以了 他除了說 可以把那個數字轉文字之外 還可以幫我們格式化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 完成的結果 在程式碼裡面 你們在那個 有沒有 文字與雲端白板裡面有個 最後這個是程式碼 彈出 記得喔 點他 右上角有個彈出視窗 你把它彈出 彈出之後再來複製的話 比較不會有問題 這邊有參考 這邊有沒有 綜合練習的公式 第一個 綜合練習的第二個 這邊給各位參考 或者是雲端白板上面也有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來吧 有